超級法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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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您再次收看我們 超級法律王的節目 校園霸凌一直是各級機關 大家都希望能夠遏止的一種情形 當然近來你也看到有相當的成效 不過由於科技的日新月異 所以不管是網路霸凌這些 又變成另外一種的課題 那現在的孩子大概都會悠遊於網路之中 那怎麼樣能夠避免他們陷入了網路霸凌 不管是霸凌別人或是被霸凌 或是在網路上面還有很多 值得注意的法律的一些情形 也希望透過今天的節目 在我們現場的學職專家 以及現場所有同學 大家互相討論之中 能夠讓同學有更深一層的一些認識 遊戲規則說明 超級法律王每集邀請三所學校 三組同時回答法律常識相關問題 回答所有問題之後 以答對最多人數學校為優勝隊伍 可獲得獎學金一萬元 兩對同分各得五千元 三對同分各得三千五百元 好 今天一樣 在現場有三所學校的同學 來到我們的現場 首先為您一一介紹 第一所是來自桃園的內力高中 歡迎你們 第二所也是來自桃園的武林高中 歡迎你們 第三所是來自台中的玉山高中 歡迎你們 好 那接下來現場呢 要為您介紹我們邀請到的 三位學者專家 首先讓我們歡迎的是 作家許長德 歡迎您 第二位為您邀請到的是 台北市福安國中的校長 施玉旭 施校長 歡迎你們 大家好 大家好 第三位為您邀請到的是 全國家長團體聯合會的理事長 吳福斌 吳理事長 歡迎大家好 好 那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在網路上面 你曾經看過 覺得有霸凌的一些情形 或自己有親身體會的都可以 曾經有看過的 或自己有親身體會的舉手 看過也算 看過也算 請問一下 那請問一下 在你覺得有霸凌的情形 你有在裡面有讚聲過的 或是也按過讚的一些 譬如說 有人同學之間說 這個人好機車喔 什麼什麼這些 然後很多人在下面按讚 然後什麼什麼 一大堆那些 你也曾經有過看完以後 不知為什麼 那隻小手 就突然放了下去的 有過這樣的經驗的請舉手 好 武林高中之位同學 你最勇敢 OK 所以 其實那很多時候看了那個 只是覺得說 看過 就按一個讚 你還留了什麼 我是幫助就是被 被霸凌的人 對 等一下我們過程當中 如果你有想到 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同學 有人做過這個 我們也可以來討論看看 OK 好 不過一開始呢 要先跟大家聊這一段的時候 也要讓大家知道 也讓所有的觀眾朋友知道 你們對這些 不管在法律上面 各方面 了解這程度有多少 所以我們第一個單元呢 我們先來進行 快問搶答的這個單元 每一隊各派三位同學出來 讓我們大家看看 在這個階段 哪一隊能拿到好分數呢 來 第一個階段 請 好 第一個階段呢 我們這個階段是用搶答的方式 每一隊各派三位同學下來 記住喔 答字落印以後 搶答以後 就直接告訴我答案 準備喔 第一題 請問 校園霸凌指的是 老師對學生的欺凌行為 再來錯 請做答 來 五零 錯 標準答案 那請問一下 教育部的第一霸凌是 學生跟學生 學生跟學生 OK 好 來 下一題準備喔 請問 目前網路霸凌雖然沒有專法 但是 我們一定是用民法來處罰 對不對 錯 請做答 來 余山 錯 錯 標準答案 那請問一下還有什麼 除了民法以外 刑法 刑法 OK 內裡加油 換人喔 他出來以後就直接換人 請問 網路霸凌比傳統霸凌更有殺傷力 因為傳播更快 記錄難以消除 請做答 來 余山 對 對 標準答案 我聽錯了 再換一個 再換一個東西 OK 第四題囉 請問 被網路霸凌一定是因為你犯了錯 請做答 來 余山 錯 標準答案 很多霸凌的理由真的是出現得莫名其妙 還有包括你 也許有一天已讀不回 然後也因為這樣會被一堆人霸凌 搞不好也會出現這種狀況 來 下一題 現在變兩個話 OK 兩隻手會比較快 請問 網路實名制 就是防止網路謾罵 在發言或回覆之前 必須要經過認證 確認為本人後才能發言或回覆 在日本曾經實施過 請做答 來 余林 錯 錯 那請問在哪裡實施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但你知道 在日本 不是在日本實施 對 OK 標準答案 這不容易 有沒有人知道在哪裡實施過 在南韓實施過 南韓在2008年左右吧 他們有一個影后 因為網路霸凌 然後人家一直說他什麼 有放高利貸逼死別人或什麼 結果他受不了 當然他也有某種程度的憂鬱症 結果他就親生 OK 親生以後 就吹真實 那親生以後 網路就 南韓就因為這樣開始實施 網路實名制 不過到2012年後來廢掉 為什麼 因為有網路駭客 會去盜取一些資料 所以後來南韓廢除這個 不過只是告訴大家 就是尤其最近 尤其在網路上面 因為霸凌的情形 發生一些親生的事 更讓大家覺得說 要更重視這些事情 OK 好 第一個階段 最後呢 玉川高中得到三分 武林高中得到兩分 還不習慣按您的方式 對 對 我剛剛應該也讓你們先試一下 OK 好來 恭喜兩組學校 謝謝 下一個階段 大家對於在所有 包括校園裡面 網路霸凌的情形 有什麼樣的認識呢 來下一個階段 我覺得有沒有造成 法律上的傷害罪 我覺得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你要了解 有沒有傷害之前 你要先了解說 這到底是怎樣的傷害 就是說 霸凌也許是一種傷害 可是集體霸凌 可能是一個很恐怖的傷害 好 那接下來呢 需要讓所有的同學來看一下 我們在現場有三段的影片 那當然這三段的影片呢 在裡頭有一些的問題 想要請教所有的同學 社長 有 現在在校園裡面 是 網路霸凌也是大家現在非常在乎 因為現在的孩子 大概都會用手機 然後當然網路就更不要講了 對 所以這個是大家現在 算是重點很在乎的一段 這個地方是 比較困擾於傳統的霸凌方式 比如說肢體霸凌很明顯 而且學校也很容易掌握 言語霸凌 甚至關係霸凌 但是網路霸凌 它是無所不在 所以又有超時空的 這樣的一個虛幻跟模擬 所以學校在這方面 的確是比較困難 那在整個要勸導也好 或是輔導也好 事實上要抓到真平實據 必須要透過某種 比如像我們的電子方面的 一個警察來處理 找他的IP等等 才有辦法去好好處理 否則 你要交出他的LINE的東西的時候 他說這是我的私友群 你就很難去處理 那是比較困難的 的確是比較困難 好 是 你在LINE上面 有跟自己的好朋友這些 大家有一些群組的 你有這樣的舉手 好 謝謝 請放下 因為這表示大家 我們這個團體大家感情很好 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是好朋友 我們在裡面 把許強德罵到爆 他也不知道 但是我們只要看到他的時候 每個人那個 也腦海中那個群組的樣子 就浮現出來了 所以他也莫名其妙覺得 為什麼我們每個人 看他的表情是這個樣 有可能也會出現 這樣一些的狀況 OK 好 那如果 你也是像這樣子會有群組 或是很多像這樣 的運用的話 他是某種程度感情擬具 的一個方式 但是如果發生下面這個狀況的話 你會怎麼評價呢 來 第一題 請 古禁咩 念行嗎 孝慶活動搶風頭 看我怎麼整你 賤人不要再交情 孝慶你最行 同學有人知道為什麼古禁咩 今天沒有來學校嗎 不知道 昨天小梅的爸爸 也跟我聯絡 說他在校慶分工上 跟同學處得不太愉快 還有同學 在他的網路留言上面 也很難聽的話 他看到留言非常難過 難過到不想來學校了 還在你 賤人 不想來學校就說一聲 還跟老師告狀 你們看 我只是這樣跟他留言而已 他就要搬他老爸出來 會不會太誇張啊 不然我們留言 來嗆他一下好不好 都幾歲還在靠老爸 還沒斷來喔 有夠誇張的啦 對啊 少圈都給他搬出來 只是靠老爸沒出息啦 不會吧 怎麼又多了這麼多留言 是不是又要罵我什麼了 噁心啊 心音 直接靠老爸 看他的早上就怎麼辦 以為自己是仙女啊 天啊 他們怎麼可以這樣 這樣叫我要怎麼活呢 今天很遺憾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小梅今天早上從五樓跳下來 她目前在醫院急救中 靜梅因為網路霸凌跳樓輕聲 在網路留言的同學 可能涉及傷害罪 好 那靜梅呢 當然最後受到了一些傷害 那這種情形之下 網路留言剛聽到很多的這些同學 是不是涉及到傷害罪 你覺得是就是圈 你覺得不是應該有別的 那就是差 來 請作答 那一高中 圈差都有 前面有三個差 其他都是圈 請問一下 來 二號同學 你是差 你覺得不是傷害 我覺得應該不是吧 那是什麼 就是覺得不是 就不是傷害 其他都可能 對 九號同學 你覺得是傷害罪 為什麼他會犯傷害罪 我也沒動手 我也沒什麼 直接 OK OK 來 五菱 五菱是差比較多 老師尤其在前面 十個人加起來 只有老師一個圈 老師覺得有一種 會不會覺得有點取高可垮 老師 為什麼 你覺得是傷害罪 因為他跳 確實是因為這些學生造成的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有 OK 老師這麼尊尊教誨 你們前兩排沒有一個人聽話 來 有沒有人告訴我 四號 因為我覺得 他好像沒有直接 對他造成肢體傷害 所以可能 因為也不是我推他 也不是什麼 後面 子三號同學 你覺得就是傷害 對 對 他剛剛講 也不是我造成的 可是 就是如果他今天只是發文的話 可能就沒關係 可是他是到他的 所以他就直接點出他的名字 這樣就等於是我推他了 不是 就是 我覺得有影響 你覺得是有影響 影響就算 對 OK 玉山前面一排都是 玉山只有一個差 六號同學 為什麼 我覺得 我覺得是網路 霸凌 那是網路霸凌 那是網路霸凌 來 前面 二號同學 我覺得是對 因為算間接傷害 間接傷害也算嗎 對 所以我如果跟你講了一些話 然後讓你受到刺激 那我就算對你造成傷害 對 OK 好 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圈差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雙子 對孩子來講 如果在網路上 很多人講這些話 然後有人因此做了 當然我們要先告訴 所有的觀眾朋友 沒有過不去的難關 好不好 事情一定都可以解決 而且你以後再回頭看這一段 會覺得中間的一些過程 滿可笑的 這些人怎麼會這個樣 就你講我這個 對你到底有什麼好處 就你以後回頭看也許是這樣 但是當下 一定要過得了這個關卡 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可是常常 像對他們來講的話 間接直接 那差的人就說 對啊 這怎麼會傷害 又不是我推你的 我覺得有沒有造成 法律上的傷害罪 我覺得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你要了解 有沒有傷害之前 你要先了解說 這到底是怎樣的傷害 就是說 霸凌也許是一種傷害 可是集體霸凌 可能是一個很恐怖的傷害 就是我們應該去了解說 做這件事會造成什麼傷害 所以我們不應該做 你要想一想 造成傷害這件事情 集體傷害是一個可大可小的事情 它會大到什麼程度 大到就想說 這個人不是被你傷死 可是他死得比你殺他還慘 這可能會變成 人家說我不殺柏仁 柏仁因我而死 對 所以 如果像剛才那個例子 我們先 我們待會才要講說 到底法律上是構成傷害 還是有沒有構成其他的 可是除了這個以外 你想想看那些同學不會內疚一輩子嗎 如果真的造成什麼結果 你不會內疚一輩子嗎 這對你來說 不管在法律上評論是怎麼樣 就像剛剛長者講的 那如果真的看到結果是那樣子 校長 這個是非常典型的網路暴力 長期受到 而無以求救只有跳樓 那是網路傷害 但我們要談的是 他跳樓的傷害的實質是 有沒有人推他 或有沒有人造成他傷害 如果不是 其實要回歸到 那真正造成他 這個受害者受到傷害的是 言語的還是文字上的這個部分 去追究這個法律 OK 但是我要說即便 等一下謝律師你會說 即便答案公布說 他不是傷害罪 我要說的是 那還是最後會造成人家的損傷 我處理過兩件 孩子跳樓的案件 不過真的很幸運 都從鬼門關就回來 你會嚇一跳 一個孩子就趴在臉朝下 兩隻腳就在那邊抖 你要去叫救護車 像我們這種處理這麼驚豔的人 打119手還都會發抖 所以你要知道 這種造成爸爸媽媽心裡的傷痛 是多大 何況你是一個加助於這樣事情 發生的一個案 不應該按讚的人 我這邊提醒 我們很多老師 對不起 很多學生 他都沒有看仔細看那個內容 對 就按讚 他以為這是我讀過了 我越過了 事實上林青是一個加害者 好 那尤其剛才特別提到說 這整件事情在現實上 法律層面如果要考量這件事的話 我再問一次 剛才這個情形 你所看到的那個影片裡頭 如果你覺得它是傷害罪的話 就舉圈 如果你覺得不是 它應該構成別的 不代表它沒有事 沒有罪 但可能是構成別的 那就是差 來 再一次請舉牌 好 確定了 所以內衣高中 兩個圈 其他全部都是差 武林高中 兩個圈 其他都是差 玉山高中 全部都是差 剛才有變的人舉手 來 老師 其實剛剛經過律師這樣講後 我發現喔 法律真的是 保護懂得法律的人 我們這個只是 我們從外觀的角度來看 傷害很容易 就像剛剛講的 你傷害到我 我去跳囉 就是傷害 可是經過法律的那種講解之後 好像呢 所謂的傷害罪要構成 似乎是要一些比較 仔細的那種 那種行為啊 確定具體的行為 才能夠稱得上 是這個所謂的傷害罪 是不是 法律上呢 好像是這樣比較 我們現在討論的是 很現實只單純針對這個 所謂有沒有傷害 但是 會不會構成其他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包括其他法律層面的問題 或是 不管剛剛有特別提到 道德層面 或是未來你 會不會永遠良心不安的很多 這個是我們等一下要討論 包括網路霸凌的這一塊 同學有沒有哪一位 你改變的心意 所以你要告訴我 你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要跟我分享 你為什麼要改變你的想法 其實我覺得 法律感覺就搖文嚼字 剛剛感覺就是好像 他好像沒有直接去推他 或怎樣的感覺 就是好像不像真正的傷害罪 OK 先為大家公布今天第一題 有沒有涉及到傷害罪 從剛才那個影片裡面看 還有他們發言的一些內容 第一題的答案 查 我要提醒大家 第一個 我只是單純針對 我們是針對那個影片裡頭 來做這樣的一個解釋 但是我告訴你 第一個 它涉及到 也許不叫傷害 但是剛才那些人的用字遣詞 可能會有毀謗或是公然污辱 它可能會涉及到刑法是這兩個 另外還有一種 當按讚的人 或是有人在自理行間 假設剛才那個影片裡面 所以我必須跟各位講 你在所有網路裡面 包括人家留言你按讚 或是你自己 或是你自己 在網路上面 在人家的一些事件 你下面留言的時候 我還要提醒你 用字遣詞要特別小心 如果剛才那個影片裡面 假設有人提到 那你去死啊 或是這個世界 有你根本是多餘的 類似像這種 那我要告訴你 你可能會變成 剛才講的那個傷害罪 還會被構成 就有可能 因為他們剛才那裡面 最多就是說你機車 你什麼什麼 類似像這樣一些詞 所以我說這是涉及到 公然污辱或是毀謗的問題 可是如果要是在那裡頭 你講的是那種 讓人覺得你有在 煽動或是蛊惑他去做一些 剛講的譬如親身 或什麼這種事的話 甚或你有可能 被認為 被認為是殺人罪都有可能 如果他真的因此親身 假設真的發生 最遺憾的結果的話 校長這個就是 我們要告訴孩子 要特別小心的一個 他們可能不了解就是說 這個我只是幫槍而已 對 或者是我就是 我也不見得看得到 內容是什麼 就是我的好朋友按讚 我是我的好朋友 都是我的好朋友按讚 那我家人們 你就一起吧 可是他不曉得說 這個後果是承擔出 如果因為這樣子致死的話 那個毀謗罪也好 或公然違反是加重的 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他的賠償 不是說因為你沒有傷害的賠償 其實其他的民事刑事賠償 一樣是很重的賠償 過去我們處理很多學生的案件裡面 就是他說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同學按 我也不以為只是問候或什麼 他就按了 包含那個Facebook上面 也是如此 因為他裡面 在整個他的螢幕上面 看不到裡面後面的文 但是那個大拇指的按 他看得到就直接按了 他要看的東西太多了 現在學生訊息很多 不是只有看這一則而已 他看了好幾則 他腦子先仔細看 就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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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殊不知其中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 傷害了別人 犁理長 有時候是這樣的 也許同學認為說 我跟大 他們是同一國的 我不暗站好 這樣就不是我們這一國 對 就不是同一國 可是往往因為這樣子的選擇 是一個 對另一個很大的一個傷害 他們覺得說跟大人聊天 其實很浪費時間 為什麼 因為你們根本就不會聽我講話 我講什麼話你就立刻要下判斷 我怎麼要跟你講 會不會變成這樣 請問一下 你覺得跟我聊天 很浪費時間的舉手 我可以告訴你 跟我聊天 你不要講說你啊 你是大明星 你這樣講人 我要講的是 跟我聊天很賺 你知道嗎 各位 我在宿舍是算終點的耶 有時候我覺得說 有時候有一些事情 可能你都沒有被判刑 可能會影響你一輩子 就是那個疙瘩 或是那個陰影 會在你心中流很久 我覺得這個是更恐怖的 請問一下 你在自己現在 不管你在臉書上面 或是你自己在手機上面 所有這些 你按過的 或是你的同學或朋友 有沒有人是按了別人的讚 或是什麼東西 你看了以後你覺得 你根本不應該按那個 或是這個東西 你怎麼會去 好像你在贊成人家 在表達這個 有沒有看過像這樣的一些 或是你自己覺得有被霸凌 或是霸凌過別人 來 十三校同學 我有看過那個虐狗的 還有那個 按讚啊 對 雖然有些不認識 可是有些網友就會說 很酷啊什麼什麼的 對啊 還滿殘忍的 那請問一下你看完以後 你有表達什麼嗎 還是你也按了讚 我沒有按 可是我也不會 再發文什麼之類的 因為我覺得看到就難過一次 校長這個也是 現在的人 其實最多我看過 我覺得不對的就算了 我不要按讚就算了 好像已經是極限就是這樣 可是現在你沒有按什麼東西的話 你就沒有參與 也沒有表達意見 那唐玉說 你為什麼也要按讚 可以把它刪除啊 就是這樣子啊 這個要講的 刪除也沒用 反走過 就這樣刪除就 刪除就有參與的感覺 那只是在你的手機上刪除 那上面還是看得到啊 就是 OK 所以在剛才講的這種 尤其前一陣子 我不曉得各位也看到 一個滿遺憾的社會新聞 就是有一個演藝圈的一個 一個 模特兒 明星 也是因為網路上面的 一些霸凌的問題 後來 最後的結果是 當然讓大家覺得非常遺憾 你看到那則新聞 對你在網路上面 你去按讚 或是你去留言 因為那則新聞 你會有一點比較謹慎的 請舉手 OK 請放下 那則其實對你後來 要不要按讚 要不要留言 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就當它是一則新聞過去的 請舉手 來 玉山12號同學 看到那樣的不會有特別的 覺得應該要謹慎一點嗎 就看過就好啦 對啊 也不會讓你 讓你以後再看到別人的新聞 譬如別人在罵別人 一堆人在罵某一個人的時候 然後你會 平常如果你會按讚或什麼 這時候你就覺得算了 我先不要按 我看一看再說 會不會變這樣 只會滑過去 不會去看 對啊 OK 你曾經在自己的群組裡面 大家一起罵過某一個人 或是講過別人的一些 什麼八卦小道消息一些的 然後裡面有 字裡行間有那種 可能會涉及公然侮辱的或什麼 反正就我們這些人在傳 請舉手 好 有人願意跟我分享一下 你到底講了些什麼嗎 你不用講明信所有的東西 可能就是說人家很胖吧 然後大家就一堆的形容詞 對不對 對 還有呢 來 9號 509號 就是可能大家比較熟吧 然後可能就會開玩笑說 他今天這樣穿怎樣 或是他今天做什麼事 然後就覺得很白癡吧 然後就是因為可能大家比較熟 然後就互相調侃一下 那你有被調侃過嗎 還是會有吧 被調侃的時候 有時候會不會突然有點不舒服 可能會 可能會因為這些 他們對我講的形容 會有時候會有點難過 然後可能就沒關係 這只是開玩笑 就沒事 因為開你玩笑的人一定沒事 他就覺得就是開個玩笑 你幹嘛這麼認真 但是被開玩笑 有一天將心 異敵而處 將心比心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有什麼好 這有什麼好玩笑的 這個東西不舒服啊 他就會這樣 同學知不知道 公然侮辱跟毀謗的分別 好 我舉一個例子 像剛才那位內力12號同學 說人家胖 胖胖胎 胖到得跟個神豬一樣 這算什麼 公然侮辱 覺得是公然侮辱的舉手 好 請放下 這種狀況 叫公然侮辱 毀謗跟公然侮辱 最簡單的一個分法 一個具體的事件 是假的 那叫毀謗 一個形容詞 罵人家的 不管三字經 幾字經 罵人 所有罵人的或形容詞的 那個叫公然侮辱 這樣分 懂不懂 所以如果要講說 譬如說有人傳哪一個同學 他之所以這次考第五名 從頭到尾都是因為作弊 然後而且有人造他 什麼什麼的 請問那叫公然侮辱 回報 很容易分了吧 好 接下來我們讓大家來看一下 第二個例子 是什麼樣的狀況 請 他在那裡耶 走走走 我們去看看 好 你怎麼哭了 你幹嘛 怎麼了 別光搖頭 我們是最好的朋友 有事情講出來 我們一起解決 我男朋友劈腿 上次都被我抓到 我找他理論還跟我說沒有 我明明就看到他手機裡 跟女生罪對罪 沙偉 那個爛人劈腿喔 怎麼也不敢跟他爬 賤人 賤男人 可是我還有一台筆電在他那 搭給他他都不接 怎麼會有這麼瞎的人啊 好 交給我 我們來肉搜他 就不信找不到他 沒關係 看我怎麼整他 我來找一張你們兩個的合照 這張毛耶 我用編輯軟體 把他的照片弄成一照 相信很快就會被瘋傳 那麼就可以找到他了 哼 一定很快會有回應的 對啊對啊 搞死他 搞死他 我就不信這樣還找不到他 小慧替康康出氣 肉搜康康男友 把他的照片加工PO上網 觸及了公然50歲 好 剛才講說 把他男朋友的照片加工 然後再弄成有沒有一個墊子 OK 那這種情形是不是構成公然侮辱罪 我先告訴各位 如果在電視圈拍戲的話 像這樣要付200塊 好不好 給紅包 這樣出人家眉頭 他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只是剛才這種情形 會不會是叫做公然侮辱 是 圈 不是 差 來 請作答 內地高中 圈差幾乎各半 而且 顯然是以中間這一排劃分 武林高中 是以前兩排跟後一排分 前兩排全部是圈 後一排全部是差 玉山高中 玉山高中就比較混雜 三個差 其他都是圈 來 內地高中 為什麼 五號同學 你覺得 這就是公然侮辱罪 有點像詛咒他死掉的感覺 OK 詛咒他死掉 三號同學 OK 比較像毀謗 他比較像毀謗 他毀謗他什麼 你去死 直覺 那感覺上就是詛咒的那種感覺 OK 來 武林 武林前兩排 有沒有哪位要當代表 八號同學 有點後悔 你有點後悔 沒關係 我等一下還會再問一次 為什麼你後悔 對 表示你覺得他不是公然侮辱 因為他還沒死啊 然後他就用那個圖片 十二號同學 那個圖的話 我覺得就應該是毀謗 對 玉山八號同學是差 就覺得是別的 他不是講花心大爛人什麼什麼 那還好 OK 前面四號同學是圈 因為他說他死了 他說他死了就侮辱他 他 我再問一次有沒有人想要變的 照片加那個 再打上花心大爛人啊 什麼什麼所有這些 當然一定有一些形容詞你知道的 我再問一次有沒有要改變的 來 請作答 內力就變了一個 十二號同學為什麼變 好像是在侮辱他 是在侮辱他 對 OK 為什麼全部都變了 他應該是有公然侮辱也有毀謗 你覺得都有 對 所以你問有沒有公然侮辱 所以就是有 有 來 我先為大家解答這一題 這一題 正確答案是公然侮辱 當然有 確 OK 基本上用字淺詞真的要非常小心 形容詞一類的東西少用 包括現在在網路上 我也不知道講了我們怎麼播 有 現在的孩子用很多形容詞 就靠在爸爸旁邊 什麼類似這些詞大概都有 這樣 這些詞對現在的孩子來講 有很多人好像都覺得 我用大家都這樣用 為什麼只有我 其實我現在在這邊說 這不是上國文課 但是的確我們的孩子 對於語言的使用 不是那麼精準 尤其是網路或者是電腦流行之後 他們都是片片斷斷的文字 對整個架構的故事 真正要下一個總結的一個 代名詞的時候 他們下不了 尤其是法律這方面 剛剛光是 毀謗跟公然無論就搞不清楚 所以你看他們在網路上 所留言的東西 你會不知道在說什麼 然後一件事情也講不清楚 這是我們學生用詞不夠清楚的地方 第二個我們去全國訪視 因為我現在部裡頭的 這個恩高信塔 擔任全國的訪視委員 我們去訪視很多學校 不含離島 他對霸凌這個事情 不是很清楚 但是過了幾年 這幾年之後有清楚 但是法律這一塊還是很弱 他不曉得他這樣子 到底有犯什麼罪 因為我們的網路 在過去沒有網路之前 我們這樣罵 彼此間都有很重的直覺 跟感受 現在沒有 我就不過輕輕按一下 我不會就簡單的回應一下 他也不見得能夠聽得到 他一直在想 我也沒有怎麼樣 可是他沒有想到 一個 兩個 三個 累積了這麼多個 一千個 兩千個 對他那個不可承受的重 而不是輕的時候 他不曉得已經對這個人 有很大的傷害 校長剛剛講的一個重點 因為在以前 在現實社會的時候 不管是罵人 或是打人 或是更重的事情 你會看得到那個回應 馬上感受到 現在不是就躲在鍵盤 就躲在電腦後面 然後鍵盤 然後隨便按按隨便 就像你剛剛講 他也不見得看得到 各位 你忘了人家講說 這個世界 只要聯絡六個人 全世界的人都認識 他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覺得 現在這個網路這個時代 是一個很新的時代 就是還沒有累積足夠的範本 讓我們知道該怎麼走 所以變成說 我們可能都是第一代實驗者 大家我們現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我們要做出 你要做一個第一代的人 就是你可以嘗鮮 第一個嘗到這個環境 可是你就有一個使命說 你要立下範本 就是我們如何讓我們 這些所有的行為 有一個一個範本出來 讓大家知道 可以往更好的方向接前 比如說 你像網路霸凌 這個形容詞這個問題 我覺得文字喔 最大的學習來源 是來自於你旁邊的經驗 所以當新一代的孩子 文字不好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一代造成 因為我們每天講的語言 都是讓你們聽得到的 而且我們發言是高要在上的 會讓你就覺得說 你們就像我們習慣問你們 問他們 你看他們當然沒有幾個人敢坑聲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跟大人聊天其實很浪費時間 為什麼 因為你們根本就不會聽我講話 我講什麼話 你就立刻要下判斷 我怎麼要跟你講 就會變成這樣 請問一下你覺得 你覺得跟我聊天很浪費時間的舉手 我可以告訴你跟我聊天 你不要講說你啊 你是大明星這樣講你 我要講的是跟我聊天很賺 你知道嗎 各位 我在宿所是算充點的耶 你會習慣現在在鍵盤上面 跟人家聊天的舉手 這麼多喔 對 你會覺得在鍵盤自在遠大過於 你跟人家現在面對面聊天的舉手 這位老師 這個老師很誠實喔 老師你現在也會這樣感覺嗎 會啊 因為跟人用那個網路上聊天的話 其實用字潛質可以稍微修正一下 OK 有時候心中想的一些話 例如說不能講的 髒話啦等等 趕快後退鍵按下去就 真的嗎 還是 就可以反而就是說 這個 八言是我真的想過的 不是那種有時候很情緒化 馬上就講話 OK 瓜哥同學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難怪你剛剛看到我都不在講話 面對面的時候有時候可能會詞窮 然後就反而兩個人對答的時候 就是沒有話題了 可是有沒有想到這樣會越來越嚴重 對 對啊 五零高中只有十三號同學視差 你被同學說服了 我們在釐清錯誤的觀念 好 所有的同學你看不到對方 你可以創所預言之下 我們老實說沒有關係 反正這個也不會 也不會有法律責任也不會告你 好不好 我們只是問一下 你因為在鍵盤上比較自在 你自己曾經在上面 講過不管是罵別人的 髒話的公然侮辱的 類似那樣的詞 講過別人很多形容詞的請舉手 請放下 那麻煩我只是要提醒你們 從今天以後 請記住 因為這些 如果別人沒看到 算你好運 看到 看一次他可以告一次 而且各位我們現在刑法是改 我們是論次的 看一次可以告一次 OK 我在這邊要講 我親自處理過一個案子 兩兆之間在五個多月選 快六個月 兩兆兩個女生有爭吵 那假就口述罵 矣 矣呢就用LINE去罵假回去 過了快六個月快消失 就告訴奇怪到了 告了誰輸 你有留下來 因為你留下來 那罵得更兇的人 沒有證據 所以不要以為 沒事啦 你走過去就留下痕跡 我懂 而且校長我可以告訴你 在庭上面他們會是怎麼樣 那個留下紀錄的那個人講說 他當初罵我更難講 對 然後那個罵的人就一臉無辜 沒有 真的沒有 他說謊 他說是他先記錄我 我只是簡單回應話 我也沒說什麼 然後你也沒辦法去證明 在現場到底是什麼時候 就是這樣子 來 理事長 其實鍵盤聊天 真的是比較沒有壓力 我們要老實說 但是我們如果有點法律常識 剛剛那個店有沒有 我們也沒有給他兩百塊 所以他真的是有壓力 不過我有沒有做過那種事 我不會去做那個照片 不過有時候我也曾經 我很討厭這個人 曾經按讚 這個要老實講 曾經有過 可是很多事情慢慢慢慢 你會覺得說應該針對事情 也許有些事情做了 做了那個按了讚 有時候是幾天後 有時候是幾年後 你會覺得後悔 當時按那個讚是不對 所以有很多事情 是要針對事情 而不是針對人 來 那接下來 要讓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最後一個題目 加油喔 要搶分數要加油囉 好 來 這個狀況 你會如何做法律評價呢 請 你這個臭三八 外面那麼多人還不去倒追 最後男朋友幹嘛 你搞清楚再罵人好不好 全校都知道他是你男朋友 為什麼你會和他合照 那是上週社團活動 隔壁班拍好玩的啦 我看你是玩真的 不要亂說話 我沒有 鬼話連篇 明明做賊心虛 給我試看看 看我厲害 看我怎麼整你 用這些假帳號 讓你變成全民賤人 反正也沒有人知道是誰PO的 看你還敢不敢跟我搶個男人 哈哈 什麼鬼啊 怎麼有這麼多陌生人 在我臉書上 畫得這麼難聽 感覺都像同一個人留言的耶 我想這是同一個人的作為 不行 我要來報警 小平一人分事多角 在靜美臉書上嗆聲 可能觸犯誹謗罪 好 那一個人分事多角 做這樣的一個唱歌 然後就是反正就罵一堆東西 你大概前面剛才也看到 類似像這樣子 這種情形 是不是觸犯 毀放罪是圈不是差 來 請舉牌 來 內力高中 全部都是圈 古林高中 只有一位差 玉山高中 三個差 好 來 內力高中 二號同學 他嗆聲的內容 就是毀報 對啊 因為不是真的啊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搶他男朋友 你是從這個當判斷基準 武林高中只有十三號同學視差 你被同學說服了 我們在 你現在覺得他應該是誹謗 從哪裡判斷 就是他散播的東西是不實的 對 他散播什麼 就是他搶他男朋友 然後把他見人那些 OK 玉山高中有三位同學 現在是覺得是差的同學 十三號同學 十三號同學 我覺得是 公然無辱 其他前面 玉山前面的同學 全部都是圈 九號同學 我覺得有構成 有構成 來 武林十二號同學 那個 他剛剛的那個 他打的內容是什麼 對啊 你可以講一下 就是他剛剛打的是 到底是說他搶他的男人 還是只是 陳述一個事實 他的裡面是講說 說你怎麼可以去搶別人的男朋友 你什麼什麼什麼這些 OK 我告訴你差點 你怎麼可以去搶別人的男朋友 然後 什麼就是矯情的那些人 什麼這些詞 就出來了 這個前期界定清楚了吧 OK 所以用一個人 用很多人的帳號 然後去分事多角 然後一直不斷的寫這些 再問一次 有沒有改的 十二號同學 改的重點在 他沒有罵他 但是他講的是一個 不實的具體事件 對 是因為這個原因 OK 我每次在講 不管演講或是節目 一場下來 只要讓大家有 一個概念是對的就可以 太棒了 對 其他的 要不然的話 你說還要獲得什麼 他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還不收浴室費 你知道嗎 OK 好 來這題 是這樣的 這題正確答案是 全 來 恭喜大家 所以現在同學 大家很清楚可以 判斷出來 什麼叫公然污辱 什麼叫毀報 很清楚了吧 以後如果碰到任何 實際上的事情 或是考試 有用到這個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拿具體事項與否 來做判斷的基準 OK 這邊我還是要提醒同學 事實上 我們霸凌罪 根本是要來幫助 那一些 無以求助的人 那你應該站在一個 正義實者的立場上 或者你本身就是個受害者 你也應該去跟 學校直接反應 我們現在學校的通報 都非常流暢 這點我要再提醒同學 絕對不會沒有人幫你忙 一定有人可以幫你忙 所以這點請大家都放心 那不管是網路霸凌 或其他霸凌 其實常常是殺人於無形 Yup 這個一定要借之勝之 這非常重要 謝謝 OK 不是從法律的角度 就是說你要想一想 就是說 你要不要做一個比較溫暖的人 你要不要做一個 比較 不會用憤怒 用情緒去解決問題的人 你一旦利用情緒去解決問題 這個情緒過來 反撲你掌握你的那個 可怕是很大很大的 就是其實這個網路霸凌 是在保護自己 當你有這個概念的時候 你就不會允許別人這樣霸凌你 是你不要以為 這個事情你不去了解 我來呼應 你自己就會 揍自己的主人 呼應一下那個常德講的 是嗎 其實不要尋求一時的快樂 就剛剛講的不要爽就好 千萬不要這樣子 OK 好 那最後為大家公佈 今天現場的三所學校 最後的成績 我還是要強調一點 其實成績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在過程當中 大家透過包括現場來賓 大家一集的討論 所獲得的東西 來 內力高中 最後獲得36分 恭喜 來 武林高中獲得45分 來 富山高中獲得44分 OK 所以呢 非常恭喜我們是武林高中 來獲得我們今天的 一萬塊錢獎金 恭喜 來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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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經過這次節目呢 能夠 認識更多的法律知識 然後也能夠正確的判別 什麼是公然侮辱 以及毀謀者 就會學得很棒 首先感謝這個節目 釐清了很多 我原本不知道的觀念 然後 然後上節目很開心 謝謝 學到了很多關於霸凌 法律知識 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可以來參加 學到很多法律的知識 然後雖然我們沒有贏 但內力還是最棒的 懂了什麼是毀謀 然後還有公然侮辱 然後希望之後可以跟同學分享 也很可惜 我們今天差一分就得到獎學金 我希望今天學到的法律知識 能運用到各種生活上面 然後回去的時候 也跟同學分享 今天所學到的內容 其實網路對大家來講 它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工具 但是網路不要有一天 變成殺人無形的一個工具 像剛才常德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 其實應該在網路上面 讓你感受到 它是一個溫暖的天堂的感覺 要怎麼樣去鋪陳是這個樣子 恐怕就是要靠 現場所有同學的努力 如果看到有不公不義的 也要勇於發聲 但是看到如果有人在做一些 剛才講到負面的時候 千萬不要盲目的跟隨或是按讚 這個對大家來講 保護非常重要 現場再次謝謝 所有的同學以及老師 也非常謝謝三位選舉參加 也非常謝謝大家 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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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